《中文互联网》 老牌网红《东北话》就是最好的代表 从基础的《瞅你咋的》 到延伸出来的《子定能行》这种谐音梗 亲切的口吻 豪放的性格和无与伦比的喜剧代入感 让来自黑土地的语调 成了无数沙雕段子的宝藏 若是想到《东北话》 只能想到简单粗暴 幽默好笑和俗调渣的泥土芬芳 甚至觉得它是全中国最简单的方言 如此就太小瞧这门伟大的语言艺术了 《东北人的比喻》 颇具圣唐一风 鉴于每个漂泊在外的东北人 都以三天之内不让方圆十里的人 都传染上大茶子味 就是犯罪为己任 为弘扬家乡文化 添砖家瓦 久而久之 看三分钟赵本山小品 就满口整和尬哈的网友 也会产生一种 自己也是个精神东北人的错误幻觉 有这样想法的你 不妨看看下面这个 东北语言八级难度测试 才知道这门喝酒都能整出 舟 闷 道 敏等无数动词的语言 有多花样百出 就算靠死机硬背完成了初级级 想要在合适的时机活学活用 也不是件意识 毕竟东北话向来是不按套路出牌的 如果你走上东北街头 亲自和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落半小时 然后被它的流畅程度 浅词造句的反应速度 活用比喻的精彩程度 所全面压制之后 才知道 东北话好学 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谎言了 因为它的精髓 从来不在语音 而是信手拈来的段子 和神出鬼没的精妙比喻 他们极善于将各种抽象的东西 转化为具象的语言 将许多非动性的词语 都取动性表达 炖菜店要叫一锅端 撸串店要叫喝丢一只鞋 真心话叫掏心窝子话 努力叫撂起膀子干 摔倒叫摔个狗啃地 一下子画面感就出来了 再比如掉链子 吐露扣等跟机械加工相关的俏皮句 也都是从重工业发达的东北最先传出的 东北人的小学语文老师 一定是全中国最幸福的园丁 因为他们的每一个学生都深按笔性之道 富有诗意地为每个生活中最寻常的东西 找到最不寻常的比喻 东北一家人里的牛济红女士 早在15年前就把男女之间的情爱关系 与混乱的电视剧产业联系在一起 就算是同一个异象 100个东北人也能给你打出 100种截然不同的比方来 比如说一个人脸皮厚 刘能损赵四是 国家为什么没有拿你的脸皮去研究防弹衣呢 大妈埋台和自己抢最水灵一颗大白菜的敌人是 消灭30分钟都不带打透的 因为这些精妙的比喻 都不是出自于死板的刻板 而是得益于每个人独有的生活体验 不一定信达雅 但却十分符合语境 就看下一跳山 瞪眼岭 出不来沟 这些东北特有地名 几个字出来就能感受到命名人 当时是爬累了还是迷路了 唯有一个比喻是整齐划一的 那就是每个东北妈妈 都会把自家孩子形容成美食 妈 我想吃雪糕烤肉奶茶 吃什么吃 我看你像雪糕烤肉奶茶 黑土地 歇后语之乡 如你所见 每个东北人都是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 有力竞争者 他们总能用最接地气的方式 把直来直去的语言进行游戏化处理 甚至根本不需要打草稿 就能把各种排比 拟人 比喻 夸张 讽刺 对比 拟生拟太词 堆砌到一起 逻辑之通畅 调理之清晰 想象力之奇诀 着实让人叹服 而比他们修辞手法更难学的 则是东北特有的那些民间俗语 如果你认识一个东北人 看他状态是不是放松 就看他有没有动不动来几句 东北名言警卷 整点俏皮疙 尤其是东北的歇后语 简直是一座富矿 大多发自底层 看上去很土 细细琢磨起来 就越来越有道理 大鼻子他爹 老鼻子了 傻小子睡凉炕 全凭火力状 老太太喝粥 锦西 歇后语实际学者赵本山 还能用自己超然绝群的文学天赋 把他们编排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脑血栓练下叉 根本劈不开腿 大马猴穿旗袍 根本看不出美 你让潘昌江去吻郑海峡 根本勾不着嘴 动物系列的也不少 被东北歇后语点到的动物 数不胜数 耗子算卦 撂爪就忘 狗掌鸡脚 整阳事 猪鼻子 插葱 装相 南方人偶尔会纳闷 为啥说话还非得打个雅名 其实不仅是为了卖关子 抖包袱 以求得语言的喜剧效果最大化 还可以一语双关 欲擒故纵 因为如果说 西后语在其他地方 是用来抑制的 那么在东北 它更多是用来埋他人的 肚脐眼拔罐子 抽风 吃冰棍拉冰棍 没话找话 再加上 历史上东北人饱受强权外扣凄凌 指东打西的说话绕个弯 往往也是躲避风险 巧妙舒怀的需要 厕所扔手雷 激起民粪了 小家巧落电线杆 玩意儿不大 架子不小 把即使无奈妥协 也要抖个机灵 表达出愤懑之情 小心思都藏在了字缝里 当属东北方言中 特有的高级幽默 最俗的段子里 有最真实的大道理 东北话就是这样 一门丰富的语言 绝不是你想象中 简单粗暴的一套 东北三连 干啥 你瞅啥 跟谁俩呢 就能掌握精髓的 刻板印象里的那句 能动手就别抄抄 更是埋没了东北人 能说会道的天赋 这时候问题来了 东北人都是从哪 整的这么多词呢 这不仅要得益于 他们幽默爽朗的性格 见人就像上演 本山大书小品里的画聊 坐着就是跟你落 还得从当地特殊的 历史底蕴说起 东北不仅有满汉文化的融合 还受到俄 日 韩等国文化 渗入的影响 比如嘎的 恩啊 搭了 都是发源于满语的表达 而表示下水井盖的 马呼噜一词 则来自日语 这让黑土地上的语言体系 和他们最爱的东北乱顿一样 兼收并序 咕噜咕噜地冒着热气 于是你看到 东北话讽刺起来再怒骂 也不会少了戏谑 东北话的玩笑 也往往是话操理不操 带着一股被萧条逼出的文学性 敢言人所不敢言 笑人所不敢笑 比如 东北一家人里下了岗的牛小伟 就有过字字气血的悲伤独白 得了真经就是你们唐僧的 惹了祸就是我孙猴子的 我猪八戒赵静子里外不是人 我杀河山人老人院忠心耿耿 你们还真把我当白龙马骑了 乡村爱情里 象牙山野生哲学家莱昂纳多刘能 不仅留下过 你淡定是因为你不怕死 我比你淡定是因为我不怕你死 的名句 还曾在女神谢大脚结婚时 吟诗一首 转得观众数行轻泪 在这里 我看过礼服 赔过常规 你家室友 我心洗碎 再会 每个人或许没有想到境界 却都莫名有了境界 保藏着苦中作乐的调侃 最后 甭管上面的东北话整没整明白 都得送大家一句 赵本山在小品乡亲里的警示真言 生活就像一杯二锅头 酸甜苦辣别犯愁 往下咽吧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了